诸位全球云端共秀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三十二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佛法十一句 这个跟昨天我们的正心柱是一样的内容 在我们了解的佛法之后 对佛法深信不疑 不管遇到任何的境界 别人信或不信 大家说佛法是真的还是假的 菩萨行是支持还是不被理解 我们都能够坚定的不退转 当我们对于佛法有这种信心之后 我们要来了解佛法的真实义 佛法的十一句代表的是什么 在《金刚经》里面讲 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佛陀佛他是实修实证 藉由正确的观察 正确的修行 乃至于到最后真实的正道 实相的道理 在这一路的修行 他发现世间的真理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得的 能够了解的 只要能够真正的找到究竟的道理 人人间能成佛 所以他在四十九年的弘法过程 他就是要来告诉大众 这个真实的道理 所以佛法是有目的性的 他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大众都能够觉悟 所以他在说话的时候呢 他完全是依据对方的需求 我们大部分的人 在说话 常常都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我说这一番话 我要得到掌声 我要让对方相信我 喜欢我 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呢 夹杂的自己的妄想 自己的执着 如来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所以他所说的话 是如实的 他不需要吸满对方 也不需要遮掩自己的不如意 所以如来的语言 是亲近的 是值得信任的 当我们今天来了解佛法的时候呢 你要知道 如来的语言 它有这种功能 所以听闻佛法 会让我们心开意解 依着佛法来修行 会让我们解脱 就近成佛 那当我们有一天 要成为转述的人的时候呢 也要如语 也要识语 不能够用自己的想法去猜测 乃至于我们在传承佛法的时候 要如事我闻 要依着自己所读到的 学到的 你即使不会 你至少用诵识的方式来转述 而不要自己加油添醋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学习佛经的时候 用诵念的方式 依着佛陀说的每一句话 如实的 不加油添醋的 实际上的熏陶 这些诵念呢 就是依着如来的真实语 来了解 如来的真实意 过去阿难 在佛陀入涅盘之后呢 他参加了 大家设尊者举办的 节级经典的这个集会 阿难是佛陀的弟子当中 多文第一 所以他把佛陀 这四十九年来的修行 乃至于这些开示 都附送出来 加塞在 佛经节级之后呢 他就把佛法的棒子 交给阿难 他要阿难尊者 继续弘扬佛法 在阿难一百二十岁的时候啊 有一天 他听到一个比丘 在诵时一句祭语 若人生百岁 不见水老贺 不如生一日 而得赌见之 阿难非常的惊讶 他问 你在诵的这个祭语 是谁教你的呢 这个比丘呢 就说 这是我的师父 教导我的佛的寄语 那我们看这个寄语 它的意思就是 一个人 活了一百年 活了一百岁 他从来没有见过 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一只水老贺 如果从来没有见过水老贺的人 不如你生一天 而得赌见之 这个就像孔子讲的 昭文道 细使可以 可是这个水老贺 为什么这么的珍贵 要让我们一定 即使只见到他一面 都值得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这是一个真情益寿 难道这一只鸟 我们看了他 就会开悟 就会成到正果吗 所以这句话呢 就表面上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可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感觉怪怪的 阿娜呢 听了就很难过 他就告诉这个比丘 你现在一直附送这个寄语 根本就是念错了 那为什么念错呢 有可能是听错 也有可能是 别人告诉你的是错的 以讹传讹案 所以阿娜就跟这个比丘说 他说世界上有两种 毁谤佛法的人 一种是他故意的 他多闻 但是他有邪见 所以他要毁谤佛法 另外一种他不是故意的 是因为他无闻 他不了解佛法的道理 而颠倒乱说 那多闻 却有邪见的人 不在话下 可是你不应 应该是不了解 而却乱传佛法的人呢 他在无知中 却毁谤了佛法 你的师父教导你的 这一句话 其实他并不是正确的 正确的是什么 若人生百岁 不解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我们活了一百年 却不懂得无常的道理 不懂得生灭的道理 不如我们真正的 测见了无常 测见了生灭之法 而能够当下 弃物不生不灭 这才是值得的人生 不是追求了半天 去找一只水老鹤来看 你就能够得到开悟 你必须要能够真正的了解 生命的实相 你才能够究竟解脱 所以这句话呢 差一个字 差两个字 因为音的谐音啊 所以千差万别 那导致呢 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学什么 这个比丘一听 哎呦原来如此啊 真的是太谢谢了 太感恩了 阿娜也觉得 救了一个人的法身会命 他也觉得很值得啊 所以隔天呢 阿娜就再来听听看 这个比丘 在学的是否已经正确了 结果他又听到 比丘又在念 若人生百岁 不见水老鹤 不如生一日 而得赌见之 阿娜一听 他说 你怎么还是在念 昨天那个记子呢 我们不是更正过了吗 这比丘啊 就说 报告师父 我回去啊 跟我的师父讲 你念的是错的 阿娜尊者 已经帮我们纠正了 我们应该要改进 可是我的师父说啊 阿娜老朽 他的记忆力衰退 你看阿娜已经一百二十岁了 他什么都记不得 他已经乱讲了 所以我这个计语才是对的 我是正传 阿娜听到这句话之后呢 他就知道 他的因缘已经到了 心灰意冷 就直接啊 就决定入涅槃了 这是阿娜入涅槃的因缘呢 我们到底学到的是不解身灭法 还是不见水老贺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学佛法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法的真实之意 我们在传扬 我们在传扬佛法的时候 也要用佛法的真实之意去传扬 不懂要说不懂 不要不懂装懂 不懂的时候 我们就说自己不懂 那我把佛经 附送给他人 所以诵经 就是直接 copy佛陀的想法 诵经 直接附送佛陀的想法 这一点都不会觉得 是丢脸的 那总比自己啊 用自己的想法去揣测 去推论 乃至于借由佛法 来炫耀自己的知识 那这个才是最要不得的 因此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菩萨 摩赫萨 佛法 十亿句 菩萨摩赫萨 有十种 佛法 十亿句 第一 能够了解一切法 就是一种名词 但有名 这是一个假名 佛说一切法 为度 一切心 因为众生有不同的 执着 有不同的分别 佛陀说的这些词啊 他是要针对 我们的执着 来说的 让我们心开意解 所以他会依据 不同的情况 有不一样的演说方式 他还是一种方便说 一种假名 所以不能执着 这个法相 这个名相上 在这个地方计较 第二 所有的一些法 度了 和之后呢 就不需要 这个传 佛法 就像这个工具 他帮助我们 解脱烦恼 没有烦恼了之后呢 我们也要放下 对于佛法 的这种直取 所以呢 佛法就像梦 就像幻 就像炮 就像影 一样 它是来帮助我们 心开意解的 我们如此的了解 才能够 不会直指为月 看到了月亮 我们要知道 能够了解月亮的方法 有很多种 所以我们要知道 有的人他会执着 他自己学到的法 是究竟法 他会直一非他 那直一非他的过程 可能就会造成 毁谤佛法的因缘 所以一定要小心 对 当我不了解 别人所修的法门 我不了解 这一句佛法的时候呢 你要告诉自己 他说虽然我不了解 但是我不能够 心生排斥 心生毁谤 甚至于 我对很多人 就有很多的 这个批判 所以有很多人呢 他学了佛法之后 他会来踢馆 他会说 你所说的呢 不究竟 不如实 不如法 那什么叫做如法 这个如法的依据是什么 所以有些人学了 自己的法门之后呢 就会批判 甚至于会说 佛陀的没有说大圣法 大圣法是捏造的 或者呢 他会说 楞严经是魏经 华严经是龙宫取来的 那怎么有可能 你告诉我 龙宫在哪里 那龙又是什么 藉由这种论调 来推翻大圣佛法 那他看不到 他就说 是假的 是虚构的 是捏造的 是神话 但是 他的看得到 难道他真的看得到吗 他其实只是井底之蛙 他并没有办法真实的 看清楚这个世界是什么 所以佛陀他要解释给我们听的时候 他会用很多的方便 辟喻善巧 来帮助我们了解佛法 但是这个都是工具 所以我们要学习了之后 要知道 不要执着这个方法 一切法犹如瘾 犹如患 他都是一种方便 但是他的方便不是虚构的 还有他的因缘 所以一切法 但缘起 佛陀不会无因无缘而说法 所以我们看到佛经里面 都有一个缘起 像楞严经 因为阿难遇到了摩登前女 佛陀借由这个因缘 让阿难生起求法之心 像金刚经 佛陀一开始就到社会国去脱波 脱波的过程 他掩饰了一切法的真实之意 后来虚菩提就请法 有了请法的因缘 你要问问题 佛陀就依据虚菩提的状况 依据他的问题 来针对他们的根性 来说佛法 佛陀一生 讲经说法 不管是讲大圣法 小圣法 他都有他的因缘 他对着不同的对象 有了这个因缘 就可以借这个因缘 来显说佛法 所以一切法要随缘 我们也要借由自己的因缘 来学习佛法 每天在自己的工作 在自己的生活 在自己遇到的人事物当中 你去观察 这的确就是因缘和和 因缘具足的一件大事 所以很多人在学佛 他要求东求西 那事实上呢 佛在灵山 墨远求 要能够了解因缘法 你会发现 每天都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发生 所以一切法但缘起 再来一切法也清净 但文字所作 法是什么呢 法上因舍 何况非法 这个法是要来帮助我们 清净自信的 而不是在这个法上产生执着 把我们的心给绑住了 所以以前有一个人 他要开悟 他求着开悟 所以呢 他每天就在问别人 你开悟了吗 没有开悟的人 他就没有办法说 他自己开悟了没 但是开悟的人呢 他也没有办法告诉 没有开悟的人 开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呢 一切法要能够知道 这些帮助我们的法 他要让我们悟到了 本性清净 所以这个法的本质是清净的 那我们如果是执着这个清净呢 到最后啊 他会反而障碍了我们的清净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就是一个文字哦 这个文字有他的毅力 那最终 最终他要让我们能够器物 诸法 实相 这个实际就是我们的本性 本性 他是如假包换的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件事情啊 你就可以摆脱这些文字相 那佛法到底是什么 每一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方式在成就圆满 所以佛陀他既是有相又是无相 很多人会问万世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那你就要看你心目中觉得慈悲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觉得慈悲应该是什么样子 所以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慈悲的形象是不同的 因此佛法是无相的 那虽然是无相 可是他每一相都是就近十相 这个地方呢就要能够让自己真正的了解 如此你会发现你在实践佛法的时候 就会依据自己的情况来顺应自己的因缘 而演出这一场佛法的梦中佛事 所以一切法要能够在这个法界当中能够悠游自在 六祖大师就讲到法没有高下 是我们的领悟我们的心有等差 我们的分别心让我们自己对人产生了分类 我们会看不起人不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没水准 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标准 把人给划分了 我们会赞佩这个人 那是因为你的心里面能够放下了我执 我见才能够去打从心里去尊重这一个人 所以法华经里面呢有一个常不清菩萨 他修的法门就是我看到所有的大众 我都能够看到他可以成佛的佛性 这个就是一切法的第一意 我们用这个观念去看所有你身边的人哦 尤其是你不喜欢的人 尤其是你不能够接受的人 你都能够看到他的佛性 你就觉得哎呀自己啊 真的是在一个佛国净土哦 如果你看到旁边的所有的人都只有看到他的习气 都看到他的坏毛病都看到他的恶念 那你就会活在地狱恶鬼畜生的境界 所以佛法呢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既然我们要学佛 我们就要学习佛陀的角度 这个角度是什么 叫做第一意地的角度 第一意就是究竟意 第一意的角度里面呢 看到的所有的法界都是回归到自己这一面心 这个心要怎么样去看待呢 我见所有的众生 他都是可以成佛的 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善知识 所以我们送华严经送到后面呢 善才童子他会去参访各式各样的善知识 他是各行各业 不管是佛教中人还是外道 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领导人 不管是王还是恶的王善的王 他都能够在这些人的身上学到了佛法 所以我们叫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那如此呢 我们来观察这整个一切法的因缘呢 佛法的十亿句啊 它是无量的 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佛法 你就可以真正的了解你自己 以前有一个安禅师 这个安禅师啊 他读楞严经 楞严经有一句名句 叫做知见立知 即无明本 知见无见 思即涅槃 这是楞严经 在第十番显见的之后呢 佛陀告诉阿难 我们在十项当中呢 不要自己在建立自己的知见 自己的分别心 否则无明就从此而开始 如果我们可以远离颠倒梦想分别 那当下就是捏盘 所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但是安禅师呢 他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他开悟了 他开悟了是因为 他的剧斗 就是他的标点呢 做了不一样的断句 他把这个标点呢 停顿往前 磨了一个字 知见立知即无明本 知见无见思即涅槃 所以从此啊 他告诉别人 楞严经 他的悟处就是如此 后来有一个人就纠正他 他说啊 你这个剧斗 这点错地方了 但是呢 这个安禅师啊就说 我就是因为点错地方 我就开悟了 所以到底是错 还是对 谁对 谁错 那我们这样错解佛经 会不会有问题啊 那事实上呢 从前面所讲的十亿句啊 你就知道 佛法 他没有一定 什么样叫做对 什么样叫做错 只要你能够悟到 所有的法 都是一种方便 所以有些人他会说 师父 那我这样子还可不可以去拜拜啊 去求生问卜啊 那个庙里面的人呢 他说他是观世音菩萨 那他到底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啊 那我们要知道啊 现在的确有很多 这些借由佛陀的名词 借由佛的形象来招摇撞骗的 那重点是 你要了解真实义 你就可以分辨 分辨真位 如果你不了解真实义啊 波言佛语的人 他不见得是真正的学习佛法的人哦 所以我们要了解啊 这个真实义 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的实相 来自于你的智慧 所以你要去判断 那学习一切佛法 不执着一切佛法 你就可以器物 无上的真实旨意 今天的开示 至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我